2022年12月12日 向导集体呼出沉重 传导Carolina O'Sheena Iron 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 是Caroline 看着这里人难以置信的蓝色圣达飞天空 我一直在和人们谈论的 以及最近在传导会议中出现的 是我们如何创造自己更新的 更高的振动时间线 以及我们如何开始欣赏和爱 甚至感受世界和平 富足繁荣的现实 以及每个人的和平与平静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感觉到 这有点疯狂 因为多年来 数百年来 数千年来 你们和我都被训练得非常仔细 从外部事件的角度思考 并对其做出反应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也许会冷静地做出反应 但否则我们只会做出反应 从其他生活中患起创伤 并播放我们被一个或另一个机构射近的节目 这可能会让人觉得 我们的机会太大了 为什么还要尝试呢 感觉就像这样 感觉就像是 我仍然在这个第三维度身体里 我的震动越来越大 但这是我的灵魂 很多天我仍然感觉很脆弱 有时我感觉有点沮丧 也许你们觉得薪水过低 或者 如果你们有一家公司 它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在此刻做得很好 你们可能会想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后 当我长大了 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这个星球仍然由罪犯统治会怎样呢 我想我们都直觉地知道 我们正在走向和平 但与此同时 它似乎仍在我们的盘子里 这似乎仍然是对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 对我们所爱的人 对我们的社区的一种真正的责任感 这似乎也是一种要求 即我们要在自己内心建立和平 如果有必要 远离新闻 远离它 让自己充满滋养的东西 我知道 每年这个时候最大的诱惑 就是吃甜食 喝更多的咖啡 喝更多的酒 或者我们无意识地 依靠什么度过难关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真的鼓励人们 就像我鼓励自己 使用轻敲 情感自由技巧 来获得舒适和安全感 让自己感觉更加平静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潜意识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潜意识 这是潜意识 感到害怕 因为他在其他时候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感觉就像是 哦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团体或那个团体的崛起 或有更多的斗争 或自然灾害 你们的潜意识会继续下去 并按照任何人的意愿 我们的工作是呼气 并理解 此刻的反对意见是巨大的 是的 光是强大的 不幸的是 反对派也是如此 尽管他仍然失败了 当光进来的时候 可能发生的事情是 任何在阴影中的东西也开始加速 然后向前走 并说 好吧 如果有这么多光 那么我可以疗愈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处理这痛 你们的心灵会把它呈现给你们 所以我会把集体带进来 他们会和我们说话 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向你们传递能量 现在培养你们内心的自我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现在不会滋养我们 我们已经习惯了旧的情况 我们一直希望我们回到过去 现在封锁已经结束了 真的 没有任何保证 唯一的保证是你们能在内心找到力量 勇气和平静 好消息是 你们只需要在当下找到它 只是停留在当下 停留在你们的身体里 确认一切都很好 即使它看起来有点可疑 没关系 你们并没有把你们对生活的感觉 建立在新闻周期上 或者你们的外表上看起来正在发生什么 所以 让我们练习从反应中解脱出来 现在 想想 过去一周或过去一个月对你们来说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将至立于流动的疗愈能量 就像水在流动一样 所以我会召集集体 然后他们会发言 请等一下 问候 亲爱的医们 当然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再次与你们交谈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就专注于这美丽的水流 或者闭上眼睛 或者闭上眼睛 把瘦放在心上 让你们内心的自己知道 我知道你们压力很大 我知道你们压力很大 我知道你们经历了很多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 没关系 你们做得很好 给自己那一刻 亲爱的医们 你们只需平静和安静 我们将向你们传递能量 让你们放心 并帮助你们记住你们的授权 共同创造 转变甚至转变的自然水准 呼吸纯净的光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把你们的内在自我 你们的内在意识送到 这美丽的闪闪发光的柱子上 它充满了你们 你们周围的所有空间 它深入到地球深处 你们仍然与地球相连 现在你们正沿着光柱 进入更高的领域 你们正在亲身体验这道光 只需呼吸它 想象我们集体中的所有人 现在都围绕着你们 并向你们发送光 向你们邀请的任何其他人发送光 只要召唤它们 让它们在灵魂层面上出现 这很好 它们会收到它 就好像它们真的在听我们说话一样 你们周围只有纯净的光 如果你们往下看 你们会发现你们也是由光构成的 现在选择一个美丽的人向前走 用指尖轻轻触摸你们的心智空间 它可能只是一个天使 或者它们可能不是很清晰 它们可能只是充满了光 但它们触及了美丽的心灵空间 它们现在正在做的事 我们都在帮助它们 它们正在汲取压力 密度和过去的创伤 它们在画出来 这只是一种古老的 稠密的 多云的 黑暗的能量 它不再为你们服务了 不是真的 当它们与你们一起工作时 你们呼吸着纯净的光 只要把它吸进去 把过去一周 过去一个月 过去一两年的压力都发泄出来 放手 张开嘴把它呼出 亲爱的医们 这不是你们 你们比任何压力都要大 比任何损失都大得多 比你们习惯于生活在其中的任何过程都强大得多 那不是真正的你们 为了生存 你们必须成为这样的人 当你们看到阳光与小溪溪溪 水与气泡溪溪 冲着岩石时 你们会注意到水不怕岩石 水会一直流动 就像你们的灵魂一样 它总会找到绕过障碍的方法 或者只是将其化解 你们可以看到水没有被阻挡 亲爱的医们 当你们呼吸出你们所经历的密度时 现在要意识到你们呼吸出的密度是人类在过去四五年 甚至整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也许是前一两年 这取决于你们把它吐出来 通过鼻子慢慢的充分的吸气 然后通过张开的嘴再次呼气 亲爱的医们 这就是瑜伽姿势非常重要的地方 还有气功 以及其他美丽的灵性练习形式 也就是运动练习 它们不仅改善了你们的健康和回圈 让你们更平静 不管你们经历了什么压力 它们也将你们以太体的密度移出 所以你们不会把它当成是你们的 它不是你们的 别担心 不要觉得你们失败了 因为你们不喜欢所有的沉重 你们不该再背负了 你们对世界大事感到难过吗 呼气 你们不该背负这个 你们对年轻人在这里或那里因某种形式的事件而死亡感到难过吗 呼气 不要抓住它 让它们的灵魂发光 也许它们选择这样做是为了它们的过渡时刻有很好的理由 你们有权干涉它们的道路吗 不 不 即使看起来很残忍和难以置信 它们的道路也是神圣的 尊重这一点 尊重你们所爱的人的道路 尊重自己的道路 你们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情况 但我们希望你们现在就下定决心 做出明确的决定 你们不会背负世界上的麻烦 也不会背负自己的麻烦 就好像这就是你们的生活的组成部分一样 你们不会背负恩 这就是我成长的管道这一荒谬的旧信念 亲爱的医们 那些时代结束了 在第五维度 人们不需要奋斗和艰苦才能成长 不是灵魂上的或其他方面的 现在就下定决心 我可以在快乐中成长 我们以前和你们谈过这件事 我们的管道要求我们再次谈论这一问题 因为现在许多人都在尽力压力 以及生活的假设和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无处不在 而且一直存在 但现在看来 某些旧地球保障措施已经被取消 所有这些都可能对一个国家造成沉重的影响 所以把它吐出来 你们仍然在这个美丽的光圈里 这个美丽的人 刚刚轻轻地触摸了你们的心智空间 现在触摸了第三眼 当你们醒来时 你们会发现你们以前没有过的美好 但现在你们已经明白了 你们可能不会马上想到 它可能会在今天晚些时候 一周或一个月后出现在你们面前 但它会实现的 这将是对困扰你们的事情的回答 现在再想想那些在生活中对你们不好的人 当你们从它们身上回收能量时 把它们所有的能量都还给它们 也许当你们把它们的能量还给它们时 把一只手从你们身边推开 当你们再次要求你们的能量时 把手拉回到你们身边 把属于它们的东西给它们 当你们呼气时 你们呼出的是沉重 感觉到疗愈或拯救他人是你们的工作的重量 你们又喘了口气 哈哈 那种你们需要被拯救的感觉 只有奇迹才能帮助你们的感觉 亲爱的医们 你们是奇迹 现在这个美丽的光之存有或扬声大师或天使 无论你们想象过什么人 也许你们自己的更高自我 它们只是在所有脉轮 所有能量中心流动能量 平衡 释放 畅通 新增你们 更高自我 更高能量的流动 你们能感觉到你们身边更高的自我 如果你们愿意 现在就让它们进入你们的能量 你们知道 它们的能量对宇宙的喜悦 有着美好的感觉 没有什么值得强调的 每个人都得到了照顾 一切都很好 注意它们的能量在你们内心的感受 这和你们以前经历的很不一样 不是吗 太好了 亲爱的医们 所以当你们准备好了 回到光柱下 仍然呼吸着你们最近经历的任何沉重 你们可以随时这样做 完全回到你们的身体 完全回到你们做的地方 注意你们的呼吸要保持缓慢均匀 在这个可爱放松的空间里度过一天的剩余时间 也许是一周的剩余时间 亲爱的医们 我们送上许多爱和祝福 你们都是奇迹 我们对你们美丽的勇气和你们地球任务的力量感到敬畏 我们发送很多爱 Namasti 大小小费 我们愈古会